我們上過法院的時候 不是有所謂同像跟異像嗎 同跟異 總跟別 總跟別 同跟異 它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相對性的概念 這一大段話是要講說 因為 也就是說本體跟現象 本體跟現象你看起來有差異 也就是說體跟象 本性跟象狀看起來是怎麼樣 有差異的 換句話說從真如門來看 從真如門來看 是不是一切都是平等的 都是平等法 所以其實絕跟不絕都是什麼像 同像 就是說同以真如為體 叫什麼 同像 同以真理 這裡我可以插掉了 他跟法院武教章的同像別像又不太 同像異像不太一樣的意思 他講哪一個啊 絕跟什麼 絕是什麼東西啊 絕對不對 絕對不對 這是不是真啊 我們 我們凡夫啊 是不是都喜歡把它弄成這樣子 絕跟不絕怎麼可以一樣呢 絕就是絕嘛 不絕就是不絕嘛 染就是染啊 近就是近嘛 對吧 但是 但是 其心論怕我們誤會 他要從一個緣起法來看 他說 他們兩個絕跟不絕從同像來看 絕當然是從哪裡來 真如 那不絕是不是也是從真如起緣起嘛 對不對 對 因為無名那樣子的 所以他們是同以真如為性 所以說兩個絕與不絕 是不是都從真如那個 是不是都從真如產生 同以什麼 同以真如為體性 對不對 所以說他們是怎樣啊 也就是說在真如門來講 絕跟不絕 是不是都是絕對平等 是不是平等法 換句話說從第一義地 第一義地來講 從第一義地來說 是不是相等 是平等的 對 所以他們是 在真如門來說 從真如門的立場來看 他們是絕對怎樣啊 對不對 他只是一個緣起嘛 有沒有 有沒有 是這樣 所以說他 從這個角度說他們是什麼相 什麼相 同相 所以從 這是從什麼角度 第一義地 就是聖意地 也就是說我們從生命門看的話 是好像有千插萬別的那些樣子 事實上他們是同樣從真如一心來的 從真如產生的嘛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叫什麼相 叫同相 所以同相是強調 絕跟不絕的 不是不一樣 強調他們的 非異 不是兩個東西 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一個東西 非異 非異 那我們看這個異相呢 異相呢 是強調他的非異 也就是說 他們各一緣而生 所以就有種種差別之相 好 所以這是強調他的 不是一個 所以 絕跟不絕 既不是不一樣 也既也不是怎樣 也不是一樣 好 他用一個P 說 這個如什麼東西啊 這如什麼 圍城 這如什麼東西啊 瓦 瓦器 這個代表什麼 一 這個代表 多 是不是多啊 對不對 多 OK 我們這樣講 我先從生命門這裡 不是生命門 異相這裡講 這個瓦器啊 你用那個 碗啊 盆子 盆子 是不是瓦器 這些瓦器 是不是各有不同自己的樣子 像狀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碗跟盤子啊 跟碟子啊 跟茶杯啊 樣子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他叫什麼像 異相 他自己各有什麼法 各一緣而生 所以是緣起法 是不是產生種種差別的像 對不對 對 所以是強調他的 多 他的差別性 這是強調他的什麼性 平等性 OK 所以說他的什麼 非一 你總不會拿著碟子去喝茶吧 會嗎 碟子的圓跟做成碟子的圓 跟做成茶杯的圓一樣不一樣 一樣嗎 不一樣嘛 他是不是這個模子就不同嘛 所以一緣 是吧 就不同 OK 不管你用 你做成哪一種瓦器 他都用什麼東西做出來 圍塵 佛教最喜歡把那個最圍系啊 最後那個圍系的東西做成什麼東西啊 叫圍塵 也就是說你是不是都用泥土好不好 就是說瓦吧 你是不是都用陶土捏出來的 聽懂嗎 好 所以說他的體系是不是同樣一個 同樣都是用微塵做出來的 這樣了解 所以說他的都是以真如為什麼啊 為體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他叫什麼 他不是不一樣 他是很怕我們把絕跟不絕 是不是一刀兩斷 一刀兩斷 所以就是說 也就是說 從真如門來看 什麼叫真如門 就是從平等 還滅的 從絕對的一個本體的立場來看 一切諸法都是怎樣 是真如平等 沒有差別 所以絕跟不絕也沒有差別 是什麼像 是同像 懂嗎 絕跟不絕都是以真如一心 以真如為體 聽懂嗎 以真如為體的 如果從生命門來看 什麼叫生命門 也就是差別嘛 這邊是還滅 這邊叫什麼滅 生命 還滅是還這個生命 所以叫做諸行無常 不是話無邊 諸行無常 什麼東西 是生命法 是生命法 怎麼講 是生命法 第三句很重要 叫什麼 生命滅以 己滅為樂 所以那個生命也滅了 叫什麼滅 生命的現象也滅了 叫什麼 己滅 或叫什麼 還滅門 所以沒有這個生命 所以才雪山同志 才說不行 前面只有兩句話 那還是有漏法 還是有違法 所以我要後面那兩句 好 你看人家羅剎念兩句 諸行無常 是生命法 他就馬上誤了一半 同學我再念一次 諸行無常 是生命法 趕快繳學費來 他繳什麼學費 他繳了什麼學費 他去把自己 要當那個羅剎的晚餐 所以其實學佛法的學費 貴不貴啊 好貴喔 雪山同志要說 欸 招聞到 蓄死可以 也就是說他們對 聽武佛法那個迫切感 所以就是說 你那個迫切那麼多 所以你對他的感悟的力量 那個撞擊力量 是不是相對性很大呀 我們聽了有沒有震撼 有沒有六地震動 沒有 不知道 一片混沌 也很好 沒有分別心 所以那個生命的現象也滅 叫什麼 還滅 會叫做極滅 極滅 極滅的 所以從這邊看 這是什麼 還滅門 這邊什麼門啊 生命門 所以從生命門來看 從生命門來看 從生命的現象來看 絕是染 是禁滿 不絕是不是染啊 他們每一個都依那個因緣產生 所以就會有什麼 就是異象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是奇心論也好 非常獨特的一個論點 也就是說 染跟妄怎麼樣 靜跟妄 真妄 真跟妄 真跟妄是相依的 染跟靜也是相依的 就二一 就是這種二地中道嘛 二地中道的 原地中道 它怕你切斷 所以說 這裡瓦器 這邊是什麼 不管任何瓦器 它都是用 它是什麼 微塵之相 它是不是微塵之相 是不是微塵表達出來的相 你可以說 微塵是不是瓦器之體啊 之性吧 是它的體性吧 那這是奇心論要找 它要從講這個種 種 這個叫什麼相 同相跟異相 這兩個是這樣 好 我們再來看 這個同相裡面 後面有一大段話說 無肉跟無名種種月幻 種種月幻 好 我們要看這裡 那個同相裡面有兩個 第一個從無肉來講 無肉的種種月幻 什麼叫夜幻 就是從 因緣所生出來的那些現象跟作用 也就是說 因緣所生的一切法 因緣所生的 因緣所生的這一切法的現象跟作用 現象跟作用 換句話說 從無肉法 是不是也可以因為 因緣所生出一切法出來 因緣所生的一切法 是不是本身就沒有實體 沒有實體就是 不是石油的 是不是就是幻 所以叫什麼 夜幻 夜幻其實簡單講就是 夜象跟什麼 夜用 好 嗯 嗯 我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把無肉的也這樣嗎 我們覺得很奇怪 照理講 無肉是不是一個親近的法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無肉夜幻哪有什麼東西啊 無名的什麼 什麼叫無肉 肉就是肉絲 像我們的房子漏啦 房子漏 我們的房子會不會漏 所以我們的世間叫什麼世間 叫什麼世間 叫有肉世間 他講無肉中的 所以有肉就是有缺絲 有煩惱 有污染 所以各位同學 其實我對這個佛陀講 有肉世間 我覺得講得真好 你知道這個世間 本來就是有肉世間 你就不會那麼擇權 擇權 懂不懂 既然世間是有肉的 既然世間是有肉的 世間本來就有肉 所以世間的世是不是也肉啊 有情世間 有肉世間的世是不是有肉 有肉世間的人是不是也有肉啊 所以你就不會折權 你就不會要求百分之一百分 換句話說 你就不會用一百分去要求 每一件事跟每一個人 就是沒有十全十美就對了 換句話說 人家對方九十分 是不是已經太優秀了 所以你用這樣 你就不會要求你的家人 你怎麼對我不夠好 我對很多人都這樣 對你九十九分好 少了一分 他不會記住那個九十九分的好 他會記住那個什麼 一分的不好 是不是太苛了 太苛了 那麼也不要這樣要求自己 每次都要考一百分 有時候那個優等生 就給自己功課壓力太大 我的家 我父親我父母 對我們家的孩子 八十分就是滿分啊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功課壓力 我還記得我考上大學 所以有人去跟我父親祝賀說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都市 鄉村都市 我們依然小城鎮 一條街 今年哪一些子弟考上 大家都會去 都知道嘛 好像都大家的子弟 人家就去跟我父親祝賀說 恭喜你們家某某人考上大學 我們那時候考上大學 好像我們是進京港考的 因為我的家鄉沒有 那時候沒有大學 我都要到台北去考 我父親講了一句話 他說 考上是他的福氣 考不上是我的福氣 考上我的福氣 我就可以去念大學了 考不上他的福氣 不用交學費 他是不是省了一筆錢啊 後來我發現 我如果沒有考上大學 他好像也不會那樣的sade 也不會那樣覺得很沒面子 好像也沒關係 我覺得很快樂 無所謂 我們的一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 以我的一個時代 我應該是生活 生存在那個天鴨式的教育時代 沒有啊 都在玩 我一路一面讀書一面玩 就這樣玩 沒有很認真在念書 就不小心把書讀完這樣子 很快樂 很快樂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些母親 有些父母 台灣有些孩子好可憐喔 考98分還要被打兩下 98分跟100分意義差在哪裡啊 沒意思是吧 所以有時候把孩子幹嘛 逼死了 有漏世間我們就不會責犬 不會給人家壓力 也不會給自己 我這個意思就是不要叫你們 同學不要誤會 所以那我就媽媽夫婦 就低空過關 跳那個低欄有沒有 剛好耶 責犬的 叫有漏世間 這意思是說佛陀告訴我們 這世間不如意識是不是長十八九啊 不必那麼在意 好 這裡看呢 說這個無漏是怎麼樣 無漏的種種夜幻 你有哪個 就是說本節的夜象 跟佛陀的不思議夜用 我把它 看兩個 當我們人覺悟的時候 那時候本節啊 本節的時候是不是呈現出來一些象狀啊 好 這個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會產生種種的夜幻呢 好OK 像佛的法身有沒有變啊 有沒有動 如如不動 但是佛陀因應我們眾生的需要 展現出來的一些度眾啊 所以就菩薩來看 佛展現出來什麼東西啊 爆身有沒有 我們眾生展現出來看到佛的什麼東西啊 化身 其實佛也沒有什麼爆身也沒有化身 是不是依我們眾生的需要 我們眾生自己的夜感吧 好不好 夜力的我們自己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自己的那個招感對不對 感跟印 產現出來不同 所以你看出來佛是這個樣子 他看到是不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一眾生二稱人跟菩薩的 佛展現出來是不是有所謂有個爆身 硬化身的種種的不同 其實那是不是眾生自己心 心裡面變現出來的東西 所以叫做什麼 無露什麼 無露 無露的一個夜幻 因為那個幻不是石油的 所以叫它什麼 叫做什麼 幻 了解嗎 OK 我們這樣講好了 是不是有的人會感受到 欸 佛現身給我看 哇 那個佛長得多高 佛會搖手啊 佛會轉身啊 佛有沒有動 有沒有動 其實沒有動 法身有沒有動 法身如如不動 那會因為我們眾生的需要 不是需要 我們眾生自己的那些什麼 就會產生這些出來 這樣了解嗎 OK 就像有的人 我不是說這個不存在 眾生每一個人感應不同 比方說有人看到佛光山的佛 轉身啊 佛跟你搖手啦 然後有的人看到那個佛幹嘛 眼皮開起來這樣看你 你在那邊 你跑到那邊他這樣看你 我要講佛的法身是怎麼樣 有沒有動 如如不動 所以菩薩會看到那個 三十二項八十種好的這種爆身 對不對 那我們OK 就這樣看 這樣再講一個例子 月亮 月亮 千江有水千江月 那個本來的月亮是不是在天上有沒有動 有沒有動 沒有啊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依每一個人感受的不同 會看到千江有水 今天的月亮 好皎潔喔 小偷好討厭這麼亮做什麼 害我都不能下手 所以其實月的本體有沒有動 有沒有動 沒動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 萬里天 懂得沒有 就像我的姊姊奇怪 她都會看到我都沒有一次姻緣 我們那個宜蘭有一尊秘魯遮那佛 雷茵士最早 他們那個很多年前打金進佛七 所以大事不喜歡人家講這些 他們有一天打不清那個啦 那比如說 佛的眼睛都是這樣嘛 慈目嘛 慈眼視眾生嘛 他們看那個佛怎麼樣 眼睛 眼皮 佛有沒有這樣瞪人的啊 沒有 佛一定是這樣三分不這樣 所以他們在念我看 那佛的眼皮升起來 然後 坐在那邊看到佛在那邊看他 跑到這邊這樣看他 我從來都沒看過 他們看到佛光山的大佛 有一年的水陸法會 他們就在 在我們佛光山那個佛學院 那個法師們誦經是這樣嘛 我可以做表演一下 法師們誦經是不是這樣念對面啊 那個壇是這樣子的 大佛是向著那邊 面向那邊 信徒是不是站這樣子啊 所以法師都這樣閉幕 閉幕 閉幕沒有看的 所以那個佛就這樣 聽說佛就這樣轉身 我沒看過啦 我不知道 所以信徒就幹嘛 那些佛教徒就 哇 很虔誠的拜 我們法師都不知道啊 怎麼搞的都在頂你 看到什麼佛怎樣啊 轉過來給他們看 那是不是有人說 你們那個大佛是不是做了電動 緩得了那個電動是不是就倒下去了 那多高啊 一百二十二尺耶 多重啊 那不是 所以有些有感有硬 感造的 眾生有些會看到 他是不是視線給你看 叫什麼東西 那是不是從啟信論說那叫什麼 無露的什麼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有沒有實質 他是不是實有 他是不是實有 也不是 所以你有一些感應 那是佛的方便 聽懂嗎 這個叫做什麼 無露的什麼 種種夜患 那個患不是虛假 是說他不是實有存在 他是不是也是你的心 心念變現出來的東西 這裡那個感應有兩種 有一種感應叫做靈感 有一種感應叫什麼 敏感 都有感應 都有感應 怎麼沒有感應 有感有印啊 這裡有一口鐘 我敲它 這個是亞鐘 沒有聲音的鐘聲 你看我敲它 它是不是 你看有感有沒有 是不是有回應啊 很正常嘛 非常正常 那個所謂靈感 就是那個感應很明顯 叫什麼 靈感 像有的人 有的人會看到佛獻身啊 放光啊 有的人是說 冥冥之中 很難言出的 然後你今天看一段經文 你本來正在很難過 你今天剛好碰到一個煩惱 被人家罵了啦 你剛好心緒怎麼樣 不定 恰巧那段經文是告訴你 忍入菠蘿蜜 你突然看到那段經文 你是不是豁然怎麼樣 那個環節突然打開來 是不是叫感應 是啊 那叫感應啊 那叫什麼感 敏感 怎麼沒感應 有啊 所以我其實這種感應 我有沒有 我天天都在感應 所以人有時候 不一定要求這種靈感嘛 所以靈感觀世音啦 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 那觀世音的靈感當然 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沒看見 我們就否定它沒存在 那也是可遇不可求 你強求 你強求 也沒有 就像我講的 我去菩提加亞 我一直要去求一片菩提葉 就不給你 我突然間敏感說 我不用 沒有外形的菩提葉 有形的菩提葉 我得了無形的菩提歡喜 那不是敏感嗎 所以各位說 我們每天要去求這種什麼 這種更可貴的一個敏感 怎麼沒有 天天都在那個 你們知道那個故事 說那個有一個老和尚 為了要叫小沙咪 很精進拜佛 就告訴沙咪說 你每天都要去拜佛 要去拜觀音喔 拜觀音求智慧喔 那怕那個沙咪偷懶 就跟他講 你要拜觀音 拜到觀世音菩薩要幹嘛 搖手你才能去睡覺喔 他說喔好 那沙咪也很乖 天天去拜 那沙咪 觀世音菩怎麼能搖手呢 所以師父很很 就用機關 就一條線就綁著那個什麼 看不見的線喔 就綁在菩薩的手 看他拜大概一小時或多 他就拉 躲在那個暗桌後面就拉 那觀音就這樣 嗯嗯嗯 沙咪就很乖 就去睡覺 有一天這師父出門啦 就去佛光菩薩啊 很晚才回來說完蛋 這個沙咪已經拜死了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沒有去拉那隻手 那個手沒咬嘛 觀音不是一直在那邊拜嗎 他趕快趕回去一看 跑到佛堂一看 好 好傢伙 這孩子偷懶 竟然佛店裡面沒人啊 嗯 明天早上就問他 你昨天晚上有去拜觀音嗎 有啊 喔 撒謊 明明沒去喔 你拜到什麼時候這樣 菩薩咬手 喔 更撒謊 沒有去拉那條線啊 菩薩怎麼會咬手 但是書不能講啊 講不就穿幫了嗎 然後就又說 那你今天晚上還不要再去拜 要啊 拜到什麼時候才能休息啊 菩薩咬手啊 喔 這樣嗎好 這個時候呢 徒弟又去拜了 師父呢就 哼 要懲罰他 就讓他拜久一點 看看拜得差不多 正要拉那一條線的時候 那個書嚇一大跳 目瞪口袋 那個觀世音菩薩就 咚咚咚 咚走下來 說摸摸彈的頭 沙咪你辛苦了 不過各位同學 這個話很難的 你不要回去試驗 看我家的觀音會不會走下來摸摸我的頭 但是你如果有心去測驗的時候 會不會啊 會不會感燥 會不會感燥 你那時候叫無名夜患 你那時候就叫無名夜患 不叫什麼 不叫無肉夜患 你那時候無名煩惱起來的 就不是無肉夜患 所以很多這種宗教體驗是 是什麼 可以不可求 我大師老是怪我講這段話 他不喜歡我講 我也不是講怪異亂神 那個九二一正在 我們有一個師兄弟 他一個人守在那個鎮央 剛好那個九二一 台灣九二一正在很慘的那個 那個一個地震的一個員 就是在那個 台灣有一個很有名叫日月潭 日月潭有一個魚池 他就在那守山 因為我這個師兄弟他有打坐的習慣 所以他晚上都在 他都在打坐 那個凌晨1點40幾分 就剛好啊 地震 因為他有貧血的那個 他覺得我今天怎麼頭這麼暈啊 我怎麼暈 他說怎麼暈得好厲害 他以為他自己頭暈 然後後來他知道啊 地震 因為那個地震真是不可思議 他不是坐在那個 那個佛前嘛 佛像這樣對不對 有一個大佛像 然後一尊小觀音嘛 那前面不是有那個燈嗎 蓮花燈嗎 那真的菩薩保佑 那個燈啊 就震震的那個燈就 就一直震 震到那個桌園喔 沒有掉下去 那個如果掉下去是不是就燒起來了 那個燈就震到桌園啊 好 這菩薩呢就怎樣 就掉下去了 就這樣燈 欸 掉在地上這樣 聽得懂嗎 燈 站得好好的 我開玩笑說 菩薩真的講四威魚吧 連掉下去都要怎樣 要立如鬆 我就講這段笑話給大師聽 大師說我怪力亂神 他說這個佛像本來就這樣 諸形無常 倒才是正常 其實倒一不倒 是不是都很隨緣喔 也是因緣 大師是怕我們去穿著附位 他說這個義工 空老師不可以講這個 這個倒很正常啊 這叫諸形無常法嘛 然後我這個師兄弟呢 他們打坐很好玩 因為他住的地方是一座山嘛 所以就會有那些動物啊 他那個住的地方有一個冰箱嘛 有一天他打坐就有兩條蛇 一前以後可能是夫妻 就是這樣子就出來了 他一看 嗯 進去 他就對那兩條說 進去 不要出來 意思是說不要嚇人 謝謝 那兩條好可愛 就咚咚咚咚又往前走 然後這個我們這個法師呢 就說不對 是人家他們先來對不對 我們是後來開山 散了說回來回來 那兩條轉過頭來瞪他一眼 不理他就繼續走 有沒有個性 你叫夫自己來回自己去嗎 還轉過頭來看他一眼不理他 等等等等又跑去那個 因為冰箱下面可能是比較涼啊 比較涼 其實這個都有一些 有一些感召 有一些那個 那看你怎麼樣 其實那都只是一個方便視線 這個叫做我們比較難懂是什麼 怎麼會怎麼會有無肉的夜患 就是說像這個暴身 硬化身的呈現 其實佛的法身指的是如如不動的 是沒有變換的 這是不是也是我們眾生的一個心念感造出來的 好 休息一下 我們要趕快講那個 好 不好意思 本來呢 是 這一次 是 我還是想見到 我還是想見到 好像很好的 谢谢大家